昨天是俄欧冲突一周年纪念日 那么俄欧冲突一年多以来都发生了哪些大事 今天简单梳理一下吧 让大家呢 在平时跟人砍大山聊天的时候也有点谈资 OK 咱们直接上干货 第一 2020年2124日 普金发表了特别军事行动的这个讲话 就开战 然后俄军大局进入沃南境内 这是开战 然后是部下事件 4月3日 乌军说俄军屠杀平民 进行了视频的这个制作 现在感觉这个视频有点假 总体我们是偏 偏向于觉得这个视频好像有点问题 第三 4月21日 马里乌尔的攻减战 马里乌尔是一个钢铁厂 马里乌尔有个大型的钢铁厂 那钢铁厂当当年建的时候就是按照这个核战的防核战的这个规律规律去建的 所以非常难道啊 这个乌克兰的军队尤其是纳粹化的亚索营在这坚守啊 这帮人是最极端的啊 最极端的反额的一帮人 乌克兰 俄罗斯开战的原因有一部分啊 就是几个战略目标有一个就是去纳粹化 因为这些人杀了很多俄罗斯族的人 为什么我们现在还是支持俄罗斯呢 因为 的确在2014年开始乌克兰就在乌东这些地区大量的杀害俄罗斯族的人啊 就主要干坏事的就是这个纳粹化的亚索营 我们为什么反对乌克兰的某些东西 反对老美 就是因为他们支持纳粹组织 而且他们屠杀平民 这个是很危险的 这个啊 马里乌贝尔的钢铁厂后来拿下了 拿下了以后亚索营也被消灭了 纳 纳粹组织被消灭了他们的主力的部分 但是现在还有一部分还活跃在乌克兰战场 嗯 然后第四件事 6月23日 乌克兰被欧盟设为 怎么 候选国地位啊 这个他们这个有点扯了啊 这之所以从7呃7月份乌克兰开始叫嚣 9月份开始反攻 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啊 候选国地位以后 他的地位在提高 欧盟对他的资源也在提高啊 美国呢当然也是在忽悠 欧盟也是傀儡 被美国啊当墨尔支配 那没办法啊 这个咱们没有仔细讲过啊 然后第五个啊 北约北货就是启动啊 北约北货就是什么呢 把那个瑞典和芬兰准备纳入北约 呃这两个国家呢正好是守着俄罗斯的这个西北 这个陆路上那个最北侧啊 西北方向上 而且这也控制着这个尤其瑞典控制着这个 俄罗斯波罗的海出海口这个附近啊 那个北极管道被炸的时候就在啊 瑞典的这个控制范围 那么呃 第六件事啊 乌东的四周并入俄罗斯 9月30日啊 普京宣布乌东四周 我经过公投并入 俄罗斯了 是9月21号开始公投 都一样啊 9月30号就 发布了消息 然后马上就出大事啊 被西关道备战 9月26日 这个是绝对的大事 到现在这个也是影响非常大啊 而且他真有可能影响到北约内部的啊 团结问题啊 分裂不分裂的事 而且也影响到国际社会对于美国和北约的一个评估和评价 和心理预期 这个很关键 到现在这个事还在发酵 北极管道呢 现在大多数证据还是指向老美 因为从开始炸这天开始 全世界就觉得应该是老美干了 因为大家都分析谁收益吗 啊 有人说一开始是怀疑是英国去执行了 英国这个潜景部队啊 潜水园 老干这事 后来呢 又说是美国自己呢 我们上都为一个引爆的 现在还不好说啊 但是 基本上指向老美 这个是我觉得99.999 是板上顶顶的事 至于细节呢 还需要早饭早饭对吧 然后第八件大事 是扎波罗热这个核电站那个振动站 这个当时呢 呃在去年的10月5日左右呢 这个呃 乌克兰反攻的过程中呢 俄罗斯 乌克兰对扎波罗核核电站附近的控制 就是啊 大家就是大大出手 结果呢 老有炮弹落到这个核电站这个 范围内 大家都很怕 因为这个核电站如果真的出现核泄漏的话 那相当于一次的就是 和脏弹污染 啊 虽然没有核武器厉害 但是他的污染能力 一点也不比核武器长啊 所以说很危险 因为国际社会对这个当时是很关切的 甚至不希望可以都全世界都不希望有这个事啊 当然了 某些人也许想啊 这个某些人我指的是老美和乌克兰啊 啊第九件啊 也是大事 克里米亚大桥遇息啊 这个是十月八日啊 百分之九十九指向是乌克兰的特律部队做的 他们引爆了这个一个汽车 然后把那个桥为公路桥附近炸塌了几截 然后铁路桥呢是受损 但是没有大的损伤 后来呢 俄罗斯停的修啊 后来就通车了啊 十二月五号呢 普京新的去了 这个桥对于乌克兰 对于俄罗斯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 一个重要的一个相当意义的一个桥梁 因为他是从俄罗斯本土通过这个跨海啊 建的一个大型的欧洲最大的桥梁 而且也是俄罗斯最大的桥梁 俄罗斯的普京的政绩之一 也是俄罗斯收回克里米亚的标志性的建筑物 这个非常重 俄罗斯曾经明确的说过 如果乌克兰敢攻击克里米亚的话 俄罗斯直接就核弹就直接上了 所以这个当时炸完这个桥的话 然后俄罗斯就出身了一步 这个这边边 那这个也揭示了这个美西方这个 对于民用设施的这个袭击啊 一个是北极管道 一个是克里米亚大桥 这个都是激怒了俄罗斯的啊 这个都是大事啊 这是大型的民用基础设施被恐怖袭击啊 这个灯 这不该他们去做的 我认为啊 然后第十年啊 这个俄罗斯在2023年1月5号 俄罗斯的啊 这个总参务长 卡西莫夫亲自亲自上阵上阵 从呃担任这个 俄乌这个就特别军事行动的总指挥议 这个也是对俄罗斯对战争的一个一个升级啊 有可能会对陆海空三军或者多个军种协调 集大军团作战啊 其前提前部署的这个人员啊 那么下边呢 第十一个啊 西方形成了坦克联盟 1月14号啊 英国法国 德国什么荷兰 比利时啊 波兰美国 准备向乌克兰提供主战坦克啊 这个这个有这些武器的提供有可能让 呃武战场继续升级 那么第十二个啊 美西方制裁升级啊 以前的制裁他 有些东西呃民用的一些东西他还没有彻底的切断攻击 现在已经彻底切断了 第十三件大事啊 就是前两天啊 拜登访问基辅 美国总统历史上第一次访问乌克兰 直接将战争升级到一个很高的地位 从美国从后边只会到跳到前台 虽然美国人觉得啊 这个拜登这个团队只是觉得他们是来作秀的 他们只是为了争取民主党利益 争取拜登家族利益 但全世界可不这么看 尤其是俄罗斯 马上第二天啊 普京就发表了重要的国情字文 普京历史上第一最长的一次国情字文 直接能感觉到普京的这个火气啊 非常盛情 美国你现在终于跳出来啊 其实美国总统去访访问的话 直接的也是让啊 俄罗斯整个居民团结一致啊 一致对外 因为俄罗斯对乌克兰来说 他们没有太大的仇恨啊 没有那么大 但是对美国可就不一样了 既然你美国跳到前场了 那俄罗斯就高举核达棒 当天啊 在拜登访屋的当天直接就是核实验 萨尔玛特直接灭国神器 直接起飞 这个真的是挺恐怖的啊 那么第15条重要大事 就是中国啊 提出了政治解决乌克兰 呃 背景的中国的立场 这个是很重要的 而且中国明显 早眼都有远远高于他们的位度 美国总统拜登 只是为他们家族和他们的政党考虑 连他都不会被美 他都不会 给这个整个美 给美国整个整个美国去考虑问题啊 普京呢 最起码是为整个俄罗斯去考虑问题 而中国呢 是为了全人类去考虑问题 提出了很多重要的这个建议 首先呢 要尊重啊 各国的核各国的主权 然后摒弃这个冷战思维啊 要尊重各国的安全关切啊 停火啊 谈判 这个解决人道主义危机 保护平民和战俘 啊 还有保证核电站的安全 刚才咱们说过对吧 减少战略风险啊 前面 几条主要跟俄罗斯说的 和跟乌克兰说的 和针对战场的情况说的 下面这个减少战略风险 这个是考虑全球的 大家都怕 啊 你不管是核电站还是核武器 你但凡有一个出问题了 全球都有可能出问题 而且美国总统不负责任的访华 他会对战争的升级 大家全球都害怕第三次世界大战 最接近的欧洲 他们也是非常害怕的 所以中国提出这些东西 是考虑到全球的安全和利益 然后后边就是提到这些民生的啊 保障这个粮食外运的正常 因为全世界有很多国家 因为俄乌战争 粮食无法文育 俄乌两个都是重要的出口粮食的国家 很多贫穷的国家 现在过得都很差 有的真吃不上饭 然后提出停止单边制裁 确保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 然后呢 又提出了啊 推动战后重建的事 中国提出这些意见 就是为了全球考虑 不只是 不只是这个乌克兰 俄罗斯 包括欧洲 其实很多东西对美国也有好处 只不过美国肯定会反对 这我们知道 因为他全球只有他 他想接着打 现在连乌克兰都不想接着打 因为乌克兰知道自己 再往下打有可能 真的要灭国 所以他不想再接着打 俄罗斯也不想打 俄罗斯想的谈判 欧洲就不用说了 整个这个战争 大家都说 打的钱是打的欧洲的钱 死的是乌克兰的人 所以欧洲也不想再往下打 全球其他国家都怕 第三次世界大战 或者核危机 这些事情影响到全球人的安全 所以全球现在只有老美 想接着打 中国提出这些方案 着眼于全球的发展 全球的安全和和平问题 所以中国还是 真的很牛逼的 今天咱们说的东西比较啰嗦 因为很多东西没法细节分开 大家也可以作为谈资 当然有的时候 你可以跟某些人需要交流的时候 你可以拿这个作为谈资 这里边每一点 你都可以展开讲很长时间 OK 今天咱们就说到这 谢谢大家 再见